一般求診者最關心的就是說 問說這個手術到底安不安全 做完之後有沒有後遺症 然後做出來之後它的效果怎麼樣 過不夠自然 會不會很假 會不會容易被摸出來 這是一般最關心的問題 那當然任何手術都可能有後遺症 那我們都會很如實地跟患者說 你這個有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植入可以怎麼樣區分 主要是分成兩大類 以外模的它的紋理表面而言 我們主要可以分成光滑面和絨毛面 然後以光滑面而言它主要都是做成圓形的 那如果是以絨毛面而言它可以分成圓形的 還有一個水滴形的 那單純以這個表面而言 它對它的癒後其實是有影響的 像剛剛講到那個包膜卵縮的問題 如果說你植入之後完全不去理它 以光滑面而言它卵縮的機率是最高 大概可以達到百分之二十幾 那以絨毛面而言它卵縮率會低了很多 差不多只有百分之一到二 但是大家可能會問 那為什麼光滑面卵縮率那麼高 我們還要做呢 其實這個卵縮我們是有辦法去 降低它的機率 最主要就是說手術後你要做適度的按摩 也是可以把卵縮的機率降到百分之二以下 那光滑面為什麼還有存在的空間 那主要是因為以觸感而言 光滑面會比絨毛面要柔軟 會更接近真實的胸部 那為什麼絨毛面還有存在的空間呢 反而有很多人他覺得說胸部太軟不自然 他覺得說要有一點解釋感 所以他可能就會選擇絨毛面 那或者說他覺得他完全沒有時間按摩 或者他覺得按摩很麻煩 他的個性他根本沒有辦法做 他也會選擇絨毛面 所謂的ALCL 它的全名叫做VIAALCL 它這個主要翻譯成中文就是一種 跟乳房植入物相關的 未分化性大細胞淋巴瘤 這也是最近幾年才被發現的一個疾病 那它是一種發生在乳房植入物周圍的夾末 長在夾末裡面的一種腫瘤 那我們發現說這個ALCL跟乳乳的表面的紋理有相關性 目前發現全世界大概已經有500多個案例 那它主要是發生在絨毛表面的乳乳 光滑面幾乎是沒有 那目前有很多報告都說 光滑面似乎是跟ALCL沒有太大的相關性 可是如果單純是以絨毛面而言 不同的廠牌也有不同的發生率 有的廠牌發生率非常的高 那甚至有的因為這樣已經被很多國家禁用 那有一些發生率很低的都還是可以使用 ALCL它的發生率大概目前的報告 平均起來大概是10萬人 會有3位到4位 從乳房就是龍乳手術開始到發生症狀到診斷出來 大概平均的年限是10年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龍乳多年後發生可能乳房突然腫大 兩邊的不對稱 甚至有可能會摸到硬塊 可能乳房本身的硬塊或者腋下的硬塊 這個時候就要懷疑說是不是有這種可能性 就要立即就醫檢查 那我相信只要說政府單位有為我們的健康把關 它絕對不會容許不安全的產品流入市面 那假如說某一些產品它其實是已經有經過大規模的一個人體實驗 以及研究超過10年以上的研究報告 證實說它對ALCL沒有太高的相關性 或者發生率距離很低的話 我認為消費者應該是不需要有太大的疑慮 歡迎大家收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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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